路透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周二表示 中国对乌克兰冲突升级和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深感担忧 美国制造业将在未来几年得到提振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2022年通过的两项法律 及拜登总统签署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 UPI报道 周一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哈塔伊省又发生两次大地震 造成三人死亡 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在推特上表示 周一的地震分别为6.4级和5.8级 据Medical Express 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在开发针对乳腺癌和其他癌症的强效 高度靶项的化学疗法方面取得了重大发现 新俄权威人士对拜登周一诸人意料的访问基辅感到愤怒 他们批评俄罗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并称这是对莫斯科的羞辱 蚂蚁集团周二宣布 NBA和蚂蚁集团已在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已开展视频内容、广播和会员等不同项目 路透社报道 周二在入侵乌克兰近一周年之际 普京向俄罗斯精英阶层通报了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情况 据CNN报道 日本周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 几乎是自俄罗斯清乌以来 东京承诺向基辅提供援助金额的四倍 合众社报道 21日美国牵头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最近一连串导弹发射采取行动 其中包括周末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据Military报道 俄罗斯乌克兰问题军事专家称 战争可能在今年结束 据Fortune报道 因基因编辑人类胚胎而入狱的中国科学家 在获得香港警戒人才签证后正试图重新开始 彭博社报道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暂停遵守与美国签订的新START条约 同时他发誓要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艰难入侵 Business报道 中国汽车行业观察人士发布了他们对上一周的统计 表明特斯拉中国在这一周内有5913辆车的保险登记 据莫斯科时报报道 俄罗斯太平间已接到指示 要限制每天移交给家属的军人死亡人数 以避免公众对不断增长的死亡人数感到恐慌 路透社报道 一位美国高级议员周二在访问基辅期间表示 华盛顿的势头正在转向提供基辅战争急需的远程导弹和战斗机